真爱,真爱在哪? 小哥,我是真爱,我在这 真是拉眼睛啊 你好真先生 你的外卖,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 外卖小哥,你等等 是有事吗真先生? 哎,是这样的,绝对靠谱王给我匹配了一个优质女生 我两约好在这里相亲的,她马上就要来了 可我现在非常紧张,我怕她来了我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你能坐我旁边替我相亲吗? 拜托了,我现在就给你五星好评 您已获得五星好评 好吧,看在你这么爽快给我好评的份上 那我不答应也说不过去了 谢谢,太感谢了 你就是真爱 你就是史太香 我说下我的要求,彩礼68万,房和车都要加我的名字 每个月给我一万零花钱,不接受婚减,不要孩子 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 结婚后你什么都要听我的,不能给我亲手 因为我一生气就得回娘家 能接受的话,咱们就去领证 怎么不说话,我的要求很高吗? 是小姐,你知道我的情况吗? 真爱,28岁,无业,你父母都是开公司的 年收入至少也有几百万吧 所以我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不能婚减和不要孩子,要是你你能接受吗? 不能 是啊,我们不能接受 这样的奇葩要来干嘛,还不如去默默呢 百分百匹配优质的单身美女,不用加好友 一上线就会有女生主动跟你聊天 照片资料都可以随便看 分分钟找到一个懂你关心你的人 还有这种好东西,那我一定要试试 你们俩在窃窃私语什么呢? 看我没发火就当我好欺负是吗? 是小姐,我好像看到你肚皮上有疤痕啊 这个嘛,哎呀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做饭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化到肚皮了 所以留了一道疤 我好像看到两条了 是吗?好像是伤口两边的肉没合到一起 所以成两条疤了 你信吗? 我也不懂啊 是小姐,对不起 我们确实不能接受不婚俭不生娃 哎呀,看你年纪不大 怎么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呢? 不婚俭不生娃怎么了? 尊重隐私懂不懂? 生育自由懂不懂? 现在的男的都是怎么了? 一点卸任感都没有 可是我们男的娶老婆不就是想留个后吗? 你又是谁? 我是他弟,真帅 我看你应该叫真丑还差不多 你家是有一碗家财还是有皇位要继承? 是小姐 真家出房出车出彩礼 你不上班不生孩子 合着你就出一张嘴咯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你 你什么你? 彩礼车房我们都给得起 但你一脸的科技与狠活 蛮横无理又好吃懒做 门心自问你配吗? 不就是要割后代吗? 宝贝过来 妈咪 看到没 你又是娶了我 刚好可以买一送一 多好啊 你不是要后代吗? 我儿子可以跟你姓真 妈咪 我不要姓真 健健乖啊 妈咪 我还是想跟爸爸姓 跟爸爸姓我就可以叫不贱了 你都给我找了三个后爸了 每次都让我改姓 第一次改成李贱 第二次叫范贱 第三次又改成好贱 这次更离谱 直接叫真健了 我不要叫真健 我不要叫真健 宝贝不要这样吗 心灵只是一个代号而已 像妈咪叫事太香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呀 妈咪 要不你再找一个姓勾的叔叔 这样我就可以叫勾健了 宝贝别闹 现在哪有这个姓啊 小朋友 我姓勾 我叫勾魂 我可以做你爸爸吗 好嘞好嘞 妈咪 你听到了吗 这个叔叔姓勾 你快嫁给他吧 一个臭乞丐给我滚开 史太香 你闹够了没有 你特么把我儿子交成这样 你还配当妈妈 我决定了 我不禁云要夺回我儿子的抚养权 儿子是我的 你休想 你自己想想你真的适合结婚吗 你连续三次婚姻都害了三条性命了 第一个叫离鬼 你要了人家三十八万彩礼 结果才一年人就挂了 第二个叫饭魂 你要了四十八万彩礼 谁知没过万年人就归天了 第三个叫好使 你要了五十八万彩礼 最后人家都没活过三个月 我都怀疑我能活到现在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了 那又不能怪我 法医都说是意外 谁让他们命短呢 求你别害人了吧 不是我乌鸦嘴啊 你这次向这个小伙子要六十八万彩礼 你算算 人家能活多久 一年 半年 三个月 那你娶了他岂不只能活一个月 我的天 我不想死啊 我的妈呀 我还是赶紧跑吧 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奖励渣女识别技能海后眼 海后眼 识别渣女 这技能也太牛了吧 我还有啊 我应该没ева 你说这些词